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 直播门 这树开始很� r 总时计睹这棵树 这树年龄有多少年了 57年了 这树还是很品质的 总书记看着这棵树 问这树的年龄有多少年了 57年了 高吧 这有27本米吧 总书记来到三安坝 对着生态见着 非常关注 多次强调 这片林子来之不易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 我从事这个辽望远岗位是13年 没想到我这么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总书记能够亲自来看望我们 感觉总书记特别特别地和蔼 面带微笑 眼神也特别地和蔼可亲 也问了我们多大年龄 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少年 结婚多少年了 孩子多大 参加工作没有 然后出来的时候 锅炉房又看看锅炉 为我们取暖用的是什么 对我们的生活为了都特别详细 也特别关心 总书记临走时 祝福我们三安坝的 它是经济记忆的屏障 一定要管护好这篇厉害 站台呢非常的小嘛 站台后边就是草地 习主席就非常亲切地说 快往前站 不要掉下去 说的每一句话 真的就像坐在家里头 跟我们唠嗑一样 不但关心我们的工作 还关心我们的生活 每天都需要走三十多公里 三百六十五天 都没间断过 看着每个树 就跟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防火重于泰山 安全是要管的第一位 总书记说防火 责任重于泰山 几代人用心血和汗水 乃至生命嘛 做起来这片绿色 我们要把它保护好 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 对这个森林病虫害 进行防治 总书记就问我 你们这儿主要有 哪几种病虫害呀 有没有外来物种入侵呢 我当时回答是 因为咱们这儿 有完善的检疫系统 所以没有外来物种入侵 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现在我们的防治手段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责任 我们那一代年轻人 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时的生活 罢上条件非常的艰苦 没有房子住 当时就住马棚啊 住锅棚啊 住这个地印子呀 最难熬的还是冬天 最低气氛都达到零下四十多多 在那样的严寒下 我们第一代物理人 真的没有被吓退 这么多人 真的把自己的青春 陷到了塞安坝这块土地上 就是要把自己的理想 在塞安坝这片土地上来实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建设生态文明 功在当代 历在千秋 让我们从自己 从现在做起 把接力棒 一棒一棒传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说就对我们六十年来 造起这片林高度认可 对这边林海 怀着很深的感情 塞安坝精神 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步 起到了激励作用 全国都反映这个经济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把我们的绿色经济发展好 把我们的生态文明化展好 塞安坝要再接再厉 二次创业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建设好 祝你们在新的真诚上 再次建功能力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历史趋势 让我们携起手来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站在为此时后代负责的高度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和空体 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